這段海報給我老狐狸 這我本人 哈哈哈哈 這樣說我不是男主角 那是到底什麼意思 如果公佈政治考量 我就去看就幾人 我陳沐憶呢 是一個浪漫的台獨工作者 浪漫也很重要 浪漫使你堅強 陳沐憶遺珠抱氣 以鼎出息背影 自認浪漫台獨被封殺 總言有說 是因為您的戲份不重 所以沒有入圍 是不是覺得 呃 對於戲份是有些誤解 陳沐憶去年以老狐狸 拿下金馬六十最佳男配角 台北電影將昨日公佈入圍名單 老狐狸入圍十項 同片同姓白潤英入圍最佳男主角 卻沒有陳沐憶的名字 成為遺柱 台北電影節總監黎雅梅表示 是因為她提爆男主角 但戲份不夠多 所以比較吃虧 陳沐憶深夜大爆氣 連發兩篇文 今天不認了 在家門口前的保安公授房 這段海報給我老狐狸 這補我本人 補我本人 好啦 這樣說我不是男主角 那是什麼意思 戲份不足是什麼意思 台北電影節 我給我問一下 評審有一個量表有沒有 戲份是要怎麼去評量 你跟我說一下 無聊 我讀藝術學院 你不要說我沒有讀小 戲份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戲份就是說 演員在戲劇 電影裡面 扮演的角色 重要性和參與的程度 北影不要嫁勞啦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要怎麼亂說 北影這邊 你會不會覺得 也有一個政治的考慮 有沒有政治考慮 你問我 你問北影啊 我有問蔡思平 講老實我前面有問蔡思平 蔡思平說 沒有那個北影就很自主 通常講到很自主 我相信 如果說沒有政治考慮 我是去看下去 這次還是會如期出席的對不對 哦 當然啦 既然沒有入圍 我不出席 人家一定會說我風度不好 我去 不錯啦 讓北影有多一點 讓人家覺得說 很有包容性 好啦 台北電影節 給你祝福啦 電禮一天 我去那 把我不足的戲份 演給大家看 櫻辰公開政治立場 沉默儀工作也受到影響 我不知道說 譬如說像這邊 金馬獎料 我全都開始沒有戲 包括我在演的八天堂 演到差不多沒有戲 都沒有人 沒有人還要找我演戲 你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自從金馬獎以後 我的臉書不是加油啦 我的臉書都把你們抗爭的啦 演戲就演戲 不要搞政治 不要再跟那些年輕人拍照 你會影響他們的市場 人家說清楚啦 不要耍白癡了啦 台灣是一個很棒的地方啦 在台灣這麼自由民主的地方 還學不會自由民主 實在是 令人想不透啦 世界很大啦 很多市場啦 就練自己 國家好像也有這樣的氛圍 擔心說 沒辦法打入中國市場 這樣的考量 會不會覺得蠻心痛的 然後你沒辦法進他們中國市場 因為導演擺明的跟我講說 中國那邊就是一直在討論你 這點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說 對於投資方 我其實有一點 至少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 不好意思啦 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 台獨分子這一類的 我陳沐毅呢 是一個 浪漫的台獨工作者 浪漫也很重要 我現在已經 有到一些朋友 我要做 做吉他事情 我告訴大家 很多戲使人弱智啦 我要 我要弄一個不一樣的戲啦 就這麼簡單啦 就這麼簡單啦 我明白